花莲地区有8成5的电力 都是从西部送过来 而这几年台电为了稳定供电的品质 就在花东一带陆续进行 小型的水利电厂开发计划 但就在同时也引起 当地居民不同意见的争辩 两岸巨石底下 溪水潺潺流动 这是许多东部河川的景致 位在花莲万荣乡的万里溪 台电计划在上游竹坝缆水利发电厂 但当地居民担忧脆弱地址无法承受 这里是18K 它原来的坝址就是在这个下方 所以这边都是坍塌处 它要避开这个坍塌处 所以晚上以200公尺新的坝址在上面 所以它新的坝址完全就是避开这一段 这一段坍塌处 可是22K 21K都是都在坍 坍得更严重 除了担忧环境上的风险 这次的开发是否有其必要性 也是许多人关心的焦点 台电也坦言万里电厂的装饰容量 只有4.9万千瓦 对于提升当地自产能源的比例来说 其实帮助不大 但是为了发展低碳能源 以及因应花莲线每年1.23%的电力成长 必须要及早因应 我们做水力开发是一个除了说供应 能够把当地的供电品质能够再加强 但事实上今天就算万里计划4.9万K瓦这样出来 它的对当地的电源的 就是说自有电源的比例的提升 事实上还是也有限 但是我们只是说有多少算多少 但长期关心花莲的居民 认为台电在进行电力开发的时候 并没有把环境的不可回复性 一起纳入考量 面对这些争议 或许要如何降低电力需求 才是重要的关键 当我们习惯便捷的电力生活之后 也不能忽略掉 这些都是新生环境代价所得来的 必须要更加审慎才是 记者林彦如 陈志昌 花联报道